新浪娱乐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肖战 那其实肖战在微博和李宗商都是个表情包的达人嘛 知道你2019年年度TOP1的表情包是哪一个? 太多了,近期的吧,竹鼠 那之前的那个丑狗其实被大家嫌弃了 因为小飞蛤就自身却奥奥 所以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没有,我只是觉得那个狗的神情很有趣 呆滞 就有时候我自己放空可能也是这个样子 平时都会怎么样搜集表情包吗? 就是朋友会发,然后网上也会看一看 然后就会收下来 你最喜欢微博的哪个功能? 微博的哪个功能? 带图片评论 还记得自己第一条微博发了什么? 好像真的不太记得了 迄今为止印象最深刻自己发过的微博内容 应该是去参加燃烧的时候发的第一条吧 自我介绍 那个时候很很青涩 就是好像通过微博发现你好像是一个有仪式感的人 因为有人发现你蛮喜欢这个首尾呼应的 比如说去年的今年的跨年照都是一个背影 然后冲啊 是刻意的吗? 也没有刻意 其实我一直很喜欢这个冲啊的这个姿势 因为我觉得它是就是我喜欢的一个动漫里面 就是海贼 对他们的一个姿势 然后我喜欢 那之前有说过工作中心会在影视 但是音乐也不会放下 所以就是帮你的歌迷问一下 站在什么时候出专辑? 专辑呀 专辑不知道 但是应该会有新的作品 然后尽快能跟大家见面吧 单曲是吗? 对对对 那2019年最喜欢的一个舞台是什么? 神奇 好像之前有说过就是比较害怕调印度舞 但是那个神奇 其实它也不是印度舞了 它只是加了一些可能一些 嗯 微博啊什么的 可能看起来有点像 但其实还好 那什么时候开演唱会呢? 开演唱会啊 哇 这个得好好的打算一下 得好好的计算 如果有这个计划的话 我希望还是认真的去对待吧 那假设就是如果开演唱会 你的开唱曲会选什么? 希望能选一首自己的歌 嗯 那如果在现在的歌里面选? 现在的歌里面选啊 满足吧 嗯 嗯 也帮你的演技本位一下 什么时候进一组? 我也很想 但是我觉得现在 嗯 还是谨慎一点 就是想 挑到一个好的作品 嗯 那古装和现在会跟清掉比哪个呢? 其实我现在还蛮想演古装的 哈哈 就是好久没有 感觉很久没有演古装了 对 那对于大家让你在恒店买房 或者说古装扮永久这个说法 有什么意思呢? 买不起啊 哈哈 恒店也很贵的 那除了医生还有什么期待在剧中体验的职业呢? 哦 太多了 警察 下方员 之类的吧 我觉得 嗯 我还蛮蛮想尝试的 嗯 那你四代以来其实也贡献了很多很好的角色吗? 如果给这些角色组织的团的话 你觉得C位会是谁? 我饰演过的角色 C位的话 给小凡吧 嗯 小凡嘛 平平凡凡 然后又做饭也好吃 让他当C位就可以吃到很美味的饭菜 那门面担当是谁? 门面担当 阿县吧 嗯 那你之前拍摄我们的作品表演也获得好评 其中一条是家规嘛 那小凡有没有给小飞侠们制定一个家规? 家规 就温婉居家 不背不抗 这今年就是粉丝有很多应援吗? 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 印象特别深刻的 公益 嗯 我觉得做公益是 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包括这一次演了那个马尔多之后 然后他们有自发性的 为爱的分贝 然后做那个公益 我觉得其实让我挺感动的 我觉得 就感觉是我的价值得到了 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然后也得到了我自己的价值 那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灯牌音员? 灯牌音员? 我上次跨年时候看到一个奥龙 我没太懂是什么 就是很有钱的小飞侠的意思 就是课金粉 然后还有一个是叫鲨鱼竹鼠竹鼠 我也有看到那个 因为他们就很大 然后每次都在 对 所以答案是什么? 答案是什么? 觉得其实我觉得吧 就是心意最重要了 就是好玩有意思最重要 那最近还有一个关于你很火的梗 就是居中的梗 然后大家会说你喜欢坚果 是因为它的毛也是居中的吗? 那倒没有了 不要那么严格 它只是一只小猫咪而已 那今天也是卫博十周年吗? 你觉得自己这十年就是 变化是什么? 少了十年前的自己说什么? 哇十年前的自己 就是好好好好高考好好学习 因为刚好10年的时候在高考 好